右途唯一单位正立方体ABC柱EFGH 即人长等于1 请选出正确的选项 第一个选项问的是正立方体的各人边中 与AB线段关系为歪斜的人边共有几个 那首先我们可以将 这些人边分类成跟AB平行的人边 会有C柱GH还有EF 那跟AB垂直的有BC 然后A柱AE还有BF 好所以题目要问到的 歪斜的人边就是CG柱H EH还有GF总共有四个 所以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选项要问的是 直线柱H跟直线B的距离为多少 那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 直线柱H跟直线B的关系是歪斜 那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 线段EH就会是直线柱H跟直线B的 一条空随线段 所以这个空随线段的长度 就是两条歪斜性的距离 所以距离为1 所以第二个选项也是正确的 那接着第三个选项要问的是 正方形ABEF的中心 然后跟正方形A珠H1的中心距离为多少 那这个选项我们可以先将这个正确方体 我们将它坐标化 那坐标化的部分我们可以取 GH的方向为X轴 GF的方向为Y轴 那GC的方向为Z轴 那配合单位正确方体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每一个人边的程度都是1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它做标化 G点设为000 H点设为100 F点设为010 C点设为001 那其他几个点 一次类推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刚刚要求的 正方形AEFB的中心 可以表示成是1 2 1 2 那正方形A珠H1的中心 可以表示成是1 2 2 2 所以我们要计算圣段长的话 直接利用空间坐标的距离公式 好计算之后可以得到 答案是2分之根号2 所以第三个选项是正确的 那第四个选项要问的是 四面体B珠1G的表面积 好那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 B珠线段在这边 1G线段在这边 所以我们将这两个线段 取出来之后 所连成的四面体 它会是一个正式面体 所以第四个选项要计算的是 正式面体的表面积 那就是等于说 我们要计算四个正三表层的面积 那我们可以知道 B珠线段长等于 根号2 所以我们就将 这个正三角形的边长 带入正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四分之根号三倍平方 然后再四倍就可以得到 正式面体的表面积 所以第四个选项是正确的 那最后第一个选项要问的是 A点到平面CFH的距离 那CFH就是XYZ三个轴上的 点坐标100 010还有001 所以这个平面的方程式 可以表示成是XYZ等1 所以我们要算的答案 就可以利用点到 平面的距离公式 计算后可以得到 答案是三分之二等号三 所以第五个选项是正确的 所以这一题正确选项 选的是12345 都看到这里了 还不加入龙腾高中生吗 快扫描QR Code 或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加入龙腾高中生 获取更多升学相关资讯